歡迎大家回來這個超爆艾石嚴患密碼 今集就是想說一些比較長期的事情 這集的題目就是美國左右為難 其實在近幾個月以來 中國就發覺美國是否錯了 開始工作就不合理了 原因就是美國財長耶倫說 我們現在不行了 我們的財政出現了問題 快點去求中國幫助我們 最簡單是買多些美國國債 如果你每個月買一百幾十億 我們應該可以捱得過 然後美國就開始一邊打壓中國 中國一邊又要求中國幫忙 一開始中國就覺得 這些美國人真是死性不改 無賴到極點 過了幾個月之後發覺 不是啊 其實美國是否錯了 他是不是有精神病 為何他覺得這樣是合理的呢 為何他會覺得我這一頭 我這一頭才出台那些制裁的法案 那頭就說我們不如緩和一下 我明明就已經告訴你 如果你不某某某某 你踩我底線的話 我們不能商量 說了 不是說了一次 說了兩三次 這個此其一 第二就是 明明你怎樣制裁我 我都沒事 究竟你在搞什麼 所以想想一下 就是最近這幾個月 中國就是發覺 美國政府是不是錯了 這樣呢 其實那件事 是因為 有很多矛盾的東西 就已經浮到上面 第一樣是人都知道的矛盾 就是民主黨和共和黨的矛盾 那民主黨和共和黨呢 就是 就是說如果共和黨 是在位的時候 民主黨就什麼都反 民主黨在位的時候 共和黨就什麼都反 那這個矛盾 不是逢是兩黨都是這樣的嗎 是 在英國國會都是這樣的 但是 很少情 很少機會 是剛剛好五十五十的話 如果剛剛好五十五十五十 就是如果你四十九五十一 四十八五十二這樣 那我一反你 你沒有定走的了 那些票 那些票 難道都是因為那幾票 而通過那些法案嗎 這樣 但是英國國會很少是這樣 英國國會很多時候都是變成五十五四十五 所以就算你反也沒有用的 所以就算你反也沒有用的 但是呢 好壞不壞呢 就是現在 美國呢 就真是 四十九五十一 四十八五十二 在這樣的票數那裡拉腳 好壞 但是呢 在過去美國的歷史來講呢 民主和共和兩黨的關係不是那麽壞的 那為什麼現在搞成這樣 就是行衰運 正所謂這個 貧賤夫妻八十二 即是說 在這個不行的時候 大家呢 就在那裏罵對方 那樣 就類似是這樣的事情 那話說呢 在這個 很久之前 這就是在Netflix的那裏紀錄片 The Family那裏說的 那我之前應該說過 就是說 美國的國會呢 是有一個神師的 那他呢 就是叫做Douglas Cole 那這個 神師並不是由美國國會 他自己有這樣的制度請回來的 而是呢 Douglas Cole呢 其實他有一個師傅 是他的師傅 他自己爭取回來的 即是原本美國國會是不會有神師的 因為呢 美國本土是流行幾個教會 幾個教會呢 你一說 我屬於哪個教會 你玩完 不要說 所以呢 那些呢 Douglas Cole的師傅呢 就是說 我呢 現在來講耶穌的 沒錯 我是來講耶穌 除了耶穌之外 我什麼都不講 然後其他那些 就是咬你不進 因為各個教會 都是要 你講耶穌 我一定要聽的 這樣 這樣 然後呢 就第二任的神師呢 就去到Douglas Cole 他比起第一任 就是更加低調 更加之這個 包容性強 然後呢 就更加有面子 那他呢 就是成功令到 這個共 民主共和兩黨 每次開會之前 一定要坐下 吃早餐祈禱 哦 你祈禱 一起祈禱 真的有辦法談 這樣 所以呢 在他 在Douglas Cole 在任的 期間 民主和共和兩黨的議員 是一直以來都可以 很有禮貌地 很理性地 聊天的 就不會為了這個 為爭而爭 起碼不會因為一口氣而吵架的 那Douglas Cole的助任 就是由 列根一路去到奧巴馬 那 那中間就已經經歷了二十幾年 就是這個美國最好景的時候 那跟著呢 啊 川普一上場 那Douglas Cole就死掉了 那你說這個 就是 時也命也運也 那 然後 川普他是什麼呢 他呢 就是 他 他不是 他原本不是 這個 共和黨的 議員 來的 他是政治素人 來的 他甚至 是曾經參加過民主黨 跟著 後來又走了去共和黨 那 然後呢 就是一個 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這個經驗 也都沒有 不知道有沒有人照的情況之下 一直這樣打上來 就贏了這個總統 那跟著呢 阿川普呢 他聲稱呢 他是代表 廣大的 中下階層的 美國人 是要 揮霍這個 公平 因為呢 這個 民主黨 那些人呢 其實 是 華爾街的 奴才 來的 那 大家呢 聲稱說有民主 其實沒有用的 他們 他們的政策呢 就 只是 會 向這個有錢人傾斜 這樣 諸如此類 類似是這樣的 實際上呢 阿川普呢 他不是維護著 中下階層 他是維護著 這個 傳統的 工商業 但是 傳統工商業 是有 這個 土地的 即是 那些廠在這裡 就在這裡 那些廠在這裡 就要請人 那 所以間接地阿川普呢 都是為了這個中下階層出頭的 好了 這樣就因為阿川普 他那個性格就是一定要fight for什麼 然後一定要win 不win那怎麼辦呢 不win他就是要出矛招 要要脅人 總之呢 要脅到win為止 那就糟了 於是阿川普呢 他就是不單止 把這個 民粹主義和犬儒主義呢 就在這個美國政府那裡 散播 即是 阿川普一出現 整個政府都是精神緊張 個個都是想著 怎樣去爭贏他 然後呢 這種這樣的民粹主義 全球散播 所以呢 你在法國呢 在阿川在任那幾年 其實全球的文化呢 都是 向著一種 很 很爛的方向去走 即是 不顧廉恥為求達到目的 就不擇手段 至少在歐洲的那裡 那個風氣已經變成這樣 那當然啦 這個香港的社會運動 就在阿川在任期間發生的 這個也是這個犬儒 的態度的顯現來的 那然後呢 這個阿川上場 上場了 短短不夠那摩一兩年 這個民主和共和黨 就已經沒有辦法談 是完全 敵對 即是說 這個民主黨 他無論想什麼 都是為了要堆壞阿川 令到他下台 基本上 基本上呢 你提出什麼 我都反對 然後阿川 他一上任 他很快就明白這件事 所以他做的所有事 都是要簽這個總統行政命令 他是不會理國會的 即是 擺明你就不會通過 所以我呢 就把我手上的權力 就用到盡 那麼 所以 最愛美 就演變到什麼 演變到呢 竟然 在任的美國總統 的 Twitter 被人和諧了 你說對於這個 什麼 響往自由的 美國 情何以堪呢 原來美國是 連言論自由都沒有 沒有到哪裏 就是 在任美國總統都沒有言論自由 你說多嚴重呢 但是這個兩黨爭鬥 就去到這樣的地步了 好了 這樣 因為 阿川就搞到 將這件事搞到變成這樣 然後呢 這個美國 是由阿川上任的時候 開始發覺 不好警 為什麼不好警 就是因為 阿川一上任 美國的國債 已經等於GDP的100% 這個是多得奧巴馬 不是 其實是這個計謀來的 總之就是 在奧巴馬時代 量化寬鬆 所以呢 他一落任 那美國國債 就已經佔GDP100% 跟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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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量化寬鬆 美國的 中產 在過去 在奧巴馬的八年裏面 是全面萎縮 就是說 大部分的中產 本來呢 美國本來是有一個 相當高的%就是 高薪一族 那高薪一族 那高薪一族又怎樣呢 他們就是成為了美國 稅收的主力來的嘛 就是 美國窮人 就有新手拿錢 跟著美國最有錢的那些 逃稅的嘛 最重要的那些就是這個中產 好了 但是呢 這個量化寬鬆 就令到這個中產的收入 就變成了 不是中產啦 你 香港在過去的奧巴馬時代 香港的中產 不一樣是這樣萎縮 然後呢 那些樓就不斷升 那就是人工呢 又沒有加 就是百年沒有加 人工 然後那些樓升了一倍 那樣 就是 美國和香港的情況是差不多的 那你可以知道呢 這個 稅機就萎縮了 那然後 美國的普遍消費力就萎縮了 那當然消費力萎縮了 那你做這個零售和服務業 又萎縮了 那自不然 這個美國表面風光內裡 就越來越不行了 那這種 這種危機感呢 就是導致到 這個兩黨 由大家 沒有所謂呢 反正我大把 大把水 就變成 變成這個 好像吃得很緊 每樣都慢慢緊 那樣 所以 就什麼都爭 其實 除了說 人的問題之外 美國國家不好警 都會令到這個兩黨不停爭 因為美國文化就是這樣 然後 還有呢 就是 因為 QE令到中產萎縮 另外呢 就是因為 美國 將那些工業生產 就判走去外國 這樣工業生產又全面萎縮 那就是說 那些廠就去了外國 然後 美國就不是生產大國 這樣 於是 又在這個八年期間 那 不要忘記 2008年 就是中國加入世貿的第四年 跟著那八年 那中國 那中國就是狂生產 那去到 去到阿川的時候 這個世界上 以美國作為第一貿易夥伴的國家 就是由這個 絕大部分 就已經減少到只有五十幾個 然後呢 這個世界上的國家 以中國作為第一貿易夥伴的 就是有一百二十幾個國家 那就是 中國呢 去到阿川普的時候 就已經一躍成為 世界GDP第二 然後 2010年已經第二 但是去到2017年 中國的GDP 已經去到 美國的差不多七成 然後 世界第一生產大國 那美國就已經不是 生產大國 變成了 起碼都去到第二第三 那 就是說 在這個國際上的那種 要脅力又減少了 種種跡象加起來之後 就是美國 大不如前 雖然他還是第一 但是沒有 但是沒有在奧巴馬上任之前那麼厲害 其實是布殊的那八年 美國就去到巔峰 最厲害就是這樣 然後 奧巴馬就已經開始得了 開始得了 但是還是世界第一 然後 去到阿川普 就得更快 到了2020年 阿川普落任的時候 這個 美國的第一地位 就已經開始危危苦了 這個第一和第二 就已經越來越近了 這樣 那個就是 2020年了 然後 阿川普落任 拜登上任 這樣 本來拜登就想著 緩和這個 兩黨的敵意呢 但是 因為 這個民主 共和兩黨 的票數呢 就是 52比48 如果我稍微一讓步 就玩完了 所以 拜登 又不可以讓步 給共和黨 就是一方面 不可以讓步 另一方面 又有期望和他 FAN 那這個 就有矛盾了 然後 在 共和黨 什麼都說 反民主黨的情況之下 只有一個議題 大家同聲同氣 就是要壓制中國 那拜登 那拜登 就要迫著 經常地 做些事情出來 壓制中國 至少 樣子 壓制中國 如果不是 民主黨和共和黨 是沒有辦法 為了要有辦法 每隔一頭半個月 美國就要找些事情出台來打 壓制中國 所以 很多時候 中國整整下 就發覺 咦? 為何這些沒用的 都要用來做 其實只有儀式 只有形式 只有膽氣 你都要做 為何你又要來壓制 過了一個月又來壓制 接著 去到耶倫說 快點做些事情 哄回中國 這樣 他就是一邊壓制 又一邊哄 為何要這樣 就是因為 沒得選擇 這個民主和共和兩黨 只可以是要壓制中國 如果不是 就要吵架 那 於是 就形成了 在中國看來 美國就當然是 剪掉了 接著 還有第三件事 就是 這個聯儲局 加息 擺明就是為了剪揚毛 為何呢? 就是因為 在這個 2022年 從 的三月 聯儲局開始加息 那是什麼日子呢? 就是俄湖戰爭爆發 那他就加息了 那為什麼三月的時候加息呢? 就說 因為呢 現在通脹很嚴重 我們要壓制通脹 其實在這個 俄湖戰爭開戰之前的五六個月 通脹已經開始飆升 但是呢 當這個通脹一直不斷升到去 5%的時候 聯儲局仍然說 哦 其實呢 是暫時升的 大家不需要擔心 我相信呢 遲些就沒事了 為什麼他不加息 是因為他沒有加息的條件 那終於被他等到俄烏戰爭爆發 就是有加息的條件 所以他就加息了 那你還不是剪揚毛 好 好了 就是說 這個聯儲局加息 根本就不是為了要壓制通脹 拿來講的 這件事 然後呢 一直加加加加加加到去 4離25至4離5呢 那我就說 這個呢 就是美國安全的極限 因為呢 在一兩年之內 美國的國會是夠錢去支付這個 國債利息的 那為什麼會夠呢 是有兩個原因 我之前說過 第一呢 就是有 涉丁格的債券 就是說 在聯儲局手上的9萬億債券 你是不知道他有沒有派息 所以如果呢 兩離的話 是完全夠錢 然後呢 還有呢 就是 因為美國之前那一年 出的債券 是零 接近零 所以 美國國會 給少了錢 然後呢 就省了一筆錢 可以頂一年 然後呢 我就說 調數就是 如果 你加息到去 4.25至4.5呢 那美國的政府是 應該可以一年之內 都不爆煲 但是呢 現在呢 就已經加到去5.25了 就是比起原本的上限 又高了1% 這個意思就是說 在不久的將來呢 美國政府就一定要 再QE 來 印錢來給這個利息 如果不是呢 就爆煲了 那除非去減息 一路再減回 減回到接近零 就沒事了 那就是說呢 現在聯儲局 加到去5厘 就是剛剛呢 加到去這個位 是就來會 引發這個世界的經濟危機 就是那些這樣的 窮國 就是現在這個美國等什麼 就是等窮國 他用了這個 美元儲備 然後呢 他的 國家貨幣大幅貶值 然後呢 大量這個 大量機構呢 就是破產 然後呢 美國呢 就是等到這個時間出現 然後呢 就會走去 收購別人的東西 這樣叫剪釀霧 這樣叫剪釀霧 這樣升到去5厘 那其他國家呢 就開始呢 發覺不行了 就是現在美國在等著其他國家死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以前 是沒有這個 美國不夠錢給國債利息 這個問題 但是現在 當這個國債去 已經超過了GDP 100%的時候 美國呢 就會不夠錢給國債利息 然後呢 還有呢 就是 諸如此類 諸如此類的原因 會引爆美國自己的金融機構 就是 破產那些 這樣東西 以前沒有發生過 所以呢 美國 他現在加到這個位 他還有沒有能力加息呢 可以說是沒有 又或者說 如果他再加息 就是再加息 等你其他國家快點死吧 但是問題就是 他一加息 他自己都會死 以前沒有試過 所以呢 現在呢 這個剪釀霧 究竟可不可以剪到 都是一個左右為難的情況 這樣 就是三樣東西 左右為難 就是拜登 他既要和共和黨 亦都不可以為民主黨讓步 然後呢 拜登為了討好共和黨 就一定要不停地壓制中國 但是耶倫又說要討好中國 這樣就左右為難 然後聯取局 加息到5% 這邊的窮國還沒有死 美國自己也沒有死 即是剪不到楊武 你如果再加息下去 好了 那些窮國真的死了 我自己也死了 這樣就又左右為難 那現在美國呢 就是處於這個 這樣的地步 原因就是 因為美國 不是好像往日那麼好景 他自己那個用本傷人的能力 已經降低到 就是傷不到人 好了 那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 拜拜 好